他们解救呢是要付钱的 他们只要现金吧 那现金我家妈妈就赶紧卖房 发小发了这个信息以后 你马上删掉了 后面的话 后面到就是到了8月底又有一次报平安 就看领导心情高兴的就是 一个月报两次平安 不高兴的一个月发一次手机 8月底报平安的时候 我当时因为那个组长看得很严 他们毕竟都是从小就是不学无数 他社会经验很足嘛 我当时我那想怎么办 我当时我有 我想我就我就故意又发个语音 说老姐咱爸现在怎么样了 正好今天要休息 然后这个时候他很快就回来了 我估计家里知道了 过了不到五分钟回来 他说他回了语音 他说我去看咱爸了 咱爸现在虽然在住院 但状况好一点 也好了很多 然后你方便的话我可以给你 我们方便语音通话吗 我可以给你详细讲一下咱爸的情况 然后他回到这个以后 我感觉对吧 家里应该知道了 然后我就我就说 说东哥我能不能跟我老姐 就是微信语音通话一下 因为我听我 我爸他好像住院还没好透 他说你他他不相信 他说你给我通话 你通话我害怕吗 对吧 你打通语音通了以后 我就说我说老姐 现在我们领导在我旁边 你就时间比较短 你就尽快说过咱爸怎么样了 他就立刻开始编故事 他说我看了咱爸 咱爸因为脑瘫了什么的 他这时候我听到旁边有两个女人的叹气声 我听那个叹气声 我感觉好像是我妈和我外婆 后来回到就说救回中国 我真的是我妈和我外婆 他们很努力的在已经去报警了 但是因为警方没有证据 警方说仅凭着一句语音或几个文字 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人 没有办法证明许国成 他真的在缅甸 他万一他如果他在中国 他也可以 看定位啊查呀 这个东西 我觉得定位技术手段可以 这个消息不是从大陆发过来的 是从哪里发过来 能定位到啊 我不清楚了 但是可能也技术有限 因为当时我家人到处报警 就是他们都说 警评的这个证据 没有办法证明我是 哇靠 这个有点太敷衍了吧 这个我觉得 这个东西现在技术这么发达 这个完全可以查到 从哪里来的消息 因为我的社保常见缴的上台 那我大学落户在南京 我在南京读做大学 包括我的老家 三个地方我家 我外婆家 所有人跑遍了都立不了岸 都说不能证明 他真的是在缅甸 万一他在别的地方 还可能编假信息 后来 后来是我妈妈打听到一个老警官 一个老警官 他可能经手过类似的 这种被骗的这种案件 我妈就跟他沟通 他后来相信我妈的我妈的话 他觉得我妈妈提供的证据 虽然有限 但是可能是真的 后来终于立了案 立了 在哪里立了 上海还是哪里 去年9月份 上海立的案 因为边境派出所里面 需要这个协助 需要一个立案回支单 还有一个协调盘 或者是协查证明 但这个协调盘 上海这边 他说因为没有查到具体的线索 不能确定我是撒谎 还是真的在缅甸 就一直没有开出来 那我家人很着急 怕我万一被败掉怎么办 后来我家人从老家省城 又找了一个老警官 他们那边有救过类似的人 老警官也相信了我妈妈的话 最后用上海的恋爱回支单 和老家省城的协调盘 协查证明 一起开到了边境派出所 边境派出所 边境派出所的那边 他也是联系了当地的捞人的组织 因为在缅北在缅甸那边有很多 就是华人就是有做好事 他们是在捞人嘛 就是解救这些人 那他们解救不是免费的 他们解救呢是要付钱的 他们只要现金嘛 那现金我家 我妈妈就赶紧卖房子 因为我家这一套房子嘛 而且因为这几年疫情 房子都在贬值 其实包括上海很多房子也卖不掉 按以前市场讲 最后房子赶紧变现就卖了 就是低价卖 最后卖了50万现金 因为那边他首先他救人他要一个预付金 预付金是62万预付金 然后后来家里帮外国家凑钱 凑了62万现金 然后先先就是给到那个 缅甸那边专门付的捞人的华人组织嘛 那边都成为华人商会 时间就是时间就是生命嘛 最后先给了62万 再后来等把我给救出来 因为他们要因为不同的华人商会 会到那个就是诈病公司去谈判 因为不是每个诈病公司都愿意放人的 谈判不成功 比如这华人商会好几个 可能A去没谈成功 可能B去谈 谈了好几个 后来把我谈成了 谈成以后 那救出来再付第二笔钱 对吧 然后当然人家那华人商会救人也要好处费嘛 最后总共花了100多 花了100多 但是好处是我会救回来的 因为 因为我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者 我知道太多的人会不来 虽然国家也在努力的救 国家在努力的救人 但是不可能每个人都能救回来 所以太多的人没有救回来 国家也救了一部分人回来 也是很不错了 你是通过下面的这个中介的这种途径来救的 对 他们这个当地华人组织就是为了捞这个钱 是不是 对对 就是靠这个来赚钱的 对对 等于是你是你是靠赎金赎回来的 家里面卖一套房 然后又四处借钱 凑了100多万 那这个钱的话把你们自己家都掏空了 是 所以我觉得2023年对我打击挺大的 完全掏空了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可能到这个年纪 本来也 这20年到23年连年失业对吧 对我来说也是个打击 但是连累到家里其实是挺这个的 但是好在就是人平安的回来了 没了 不会呀 对 感谢观看